哈囉 嗨 喔好 我們來介紹時間管理大師 然後EQ管理大師的燕子 她是今年Costcard的總召 卻還有辦法開玩笑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燕燕呢 因為她得到OCF的Founding 然後她就參加了Folstam的活動 然後就你知道拿到Founding 就一定要講一下 所以她今天就會講一下她的一些經驗 謝謝燕燕 好那大家好我是燕子 那今天其實題目呢 這是帶來的小卓日旅行 是Folstam 2023一個參與的經驗分享 那我是今年Costcard 2023的實習總召 我叫燕子 然後同時我也是SeaCom行銷組的夥伴 那其實也是Costcard 我們行銷組的夥伴啦 對 總之Folstam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其實今天講的一些觀點 我覺得會從 因為剛剛就是前一場的分享 理論上應該有稍微帶到一點點 關於Folstam或是去國外的一些經驗 這邊的話我會更Focus在什麼地方呢 我會更Focus在就是整個Folstam 參與一日志工的一些經驗以及 參與一些Side Event的時候的一些想法 還有就是其實在Folstam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社群綜合軌 我覺得這也是個我們接下來就是Costcard 或許我們也可以參考的地方 那最後如果還有時間可能會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個鐵道迷 我有做很多一些去現場 我有看一些關於鐵道跟交通相關一些社群的一些分享 那其實我自己很喜歡Folstam的地方是在於 他其實他們很簡單的一直去營造出一個相對友善的環境 那其實就這個地方啊 如果以大家來看的話就是 像他們在其實這一次去他們那邊去學習之後回來之後 我們今年馬上把它apply到今年的Costcard裡面 就是比方說每一層樓你到了每個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說這層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是完全是這一次去之後把它炒回來的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棒的一個設計 然後另外有一點就是 其實如果大家在Folstam有看到各種不同 很快的直接就貼一點點的這樣一些指標 像大家看到這一次我們有看到在我們的整個 RB跟RB跟TR之間也有看到很多這樣一片一片小小的這個指標 其實也是去現場之後覺得 這或許是另外一種讓大家去營造出整個活動感 跟整個感覺的一個好不錯的一個選項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把這些概念也抄回來 相信各位會眾在今天在會場中 應該也有看到這些想對應的這些東西 那大家有看到這隻小卓嗎 有 有 好 小卓他有搭歐洲之星喔 對我們帶就是這隻小卓是第000號的小卓 他有搭歐洲之星 那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 我覺得在就是Folston裡面啊 他有一個制度叫一日制工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正在Cost Cup 今年也很用力推 那這幾年也都蠻用力 一直在長期在推廣的一個活動 也算活動嗎 也算是另外一種就是去辦理活動的方法的一個相關的機制 那Folston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自由 我覺得他有一種歐洲人那種很自由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在報名的地方啊 跟我們的系統一面基本上長得蠻像的 可是就是一個你可以某一件事情 雖然本來限額六人 你可以報名報報報到十幾人 因為他就是某種程度 就是某種程度是一個 你很自願制度去做這件事情 那裡面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他有個用一張Folston交代事情 跟準備好你自己這件事情 那大家講到了就是他的報名表就長這樣 那怎麼報名呢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有個紫色的勾勾 你就把他打勾 你就成為他的志工了 你什麼事情都不用做就這樣 這是一個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是一個蠻衝擊的一個體驗 因為就是對於台灣的絕大多數 台灣的各種不同志工報名 我們通常都要填很多複雜的東西 甚至你還要做 你可能還要進去看他一些工作說明啊或什麼的 那他基本上他就是 我這邊要做 我其實去那邊是做Clock Room 那Clock Room其實就是 有點像置物櫃這樣一個地方 我去當他Clock Room的人 然後我在那邊 基本上我就做了一整個 他的禮拜 因為他有三 他有兩天 他有幾天 你忘記了 總之我當他某一天的 就是打洋班的這一個 置物櫃的一個 的人 對 那 在做這個的同時啊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因為就是 在做他們的Clock Room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容易 你會有種跟台灣在做一些 因為我過去我也當過 做場務主的夥伴 那其實那時候會有一點 那種 有一點 記事感 就是 原來在國外做事的方式是這樣 然後原來在台灣做事的方式是這樣 然後 不過我覺得就是他們 真的就是一個 我覺得他們做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採取一種 相對信任的制度 就是 相較於 剛剛講的就是他們這邊 Clock Room是 直接做這樣的一個打勾 那 同時呢 他在現場的一個制度啊 基本上呢 大家有看到 他就拿就是這樣一個 號碼牌而已 就是 今天如果你來置物了 對不對 他就把你這個號碼牌貼在 把 就是如果大家有 剛剛有去我們 如果剛剛有去我們自己 自己的那個 我們Clock Cup 這個置物的地方 你應該發現 他會叫你留一些資料 電話啊 什麼東西 那 這邊基本上呢 他就是 讓你 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張號碼牌 他貼在你的行李上 然後接著呢 你自己把這張號碼牌丟好 然後如果你到這號碼牌掉了 也沒關係 你到現場直接報號碼 我心裡想說 就是一個 對我來講是一個 蠻衝擊的 就是一個 我們在台灣做制工的時候 我們常常在設計 很多制度的時候 都有各種不同的 我覺得很多是一些 防閉 或者是說 更換一個角度講 就是 比較像是說 我們會擔心說 萬一這東西掉了 或怎樣 這個是你的 然後你看一下 對然後呢 他選 然後如果都不是 那請他再想一下 他的號碼到底是什麼 然後重點是 可是重點是 我在看他們的 看他們的SOP的時候 我就想說 蛤 怎麼這樣子做不會出事嗎 他說他們辦得七年下來 從來沒有 因為這樣有東西掉過 也沒有東西被 幹走過 或也沒有人誤拿東西過 他們覺得 就是他們直接在那一個 等一下我 我不知道等一下那個 看不看到那句話 他有講一句話就是 Don't worry Nothing missed 從來沒有東西有消失過 對 然後我覺得有趣的點就是 然後因為我剛好這邊呢 就是他們那邊其實就是 在做指標啊 做不同設計 或是可能突然要做一些公告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個非常隨性的拿一些 他們基本上在我們的文 給我們這位志工的工具包 就像左邊這樣一箱東西 一小箱 這大概這麼大箱而已 一小箱的東西 然後配上一疊的A-phone紙 那一疊A-phone紙呢 就是一個 歡迎你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隨機發揮 如果你突然覺得 你在這邊需要哪些指標的時候 你就可以自己去自動產出 這樣的一個指標 那像畫面中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就是 他上面有寫到 This always good idea to take a picture Gear of a number 他其實為什麼要提醒這件事情 因為太多人會忘記號碼了 所以在我們那時候 一邊在當志工的同時 我們隔壁的一個姐姐 她就說 我一定要寫這個 麻煩大家拿到你的指的當下 就拍照跳起來 你就不會忘記你的號碼了 對 因為其實說是 如果忘記號碼 對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不斷的採取 湖水與神式的讓大家挑選 是真的蠻累的 那我覺得 就是這個姐姐 她就自己隨機非常有機的 去製造出的這樣的一個指標 其實這在台灣 我們可能很少會看見 我覺得台灣對於這種指標 或是對於場地佈置的一些 完美的追求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我來講 雖然我自己本人做設計 可是我覺得她其實也很 商泡有一點點病態 就是我們很追求 硬東西做東西的一個完美性 可是在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他FORSTEN在抽的貼指標 就直接很隨心的大力膠帶 黑色這樣一貼 然後突然間需要任何指標 他也是 雖然我們也是有手寫 可是我們就會覺得好像不完美的狀態 可是 在這邊他們是這麼的習慣 整個 會場跟整個 各種不同的空間 都是這樣的一個氛圍 其實剛才有講到一個就是 他們對於一日志工的一個教學 甚至是一個他們的指引是怎麼做 他們給不同的一日志工 都是給這樣子一份AFO 簡單來說 他交辦給每一個志工的事情 都是幾乎在一張AFO 一張AFO可以解決的 通常他的這樣一份指標 這樣一份指引 他的文件通常就會是 正面的部分會是 就是交代他這件事情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背面的地方就會有一些 issue management 底下就還有一些 issue management issue management就包含的就是 剛才前面的工作 如果遇到一些issue的時候 該怎麼辦 另外有一些部分 他就是關於什麼呢 關於 如果真的發生緊急的火災 發生緊急的事情的時候 該怎麼做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他很有趣 他就叫做 volunteer chat sheet 這一張指就是你當 你選的 所以他為什麼採用呢 我覺得 他採用某種程度 相信的制度也是 因為他自己某種程度 配套的 在現場所配套的事情 都是相對是這種 小到就是一件小事的 這樣的一件 一個這樣的事情 那一件小事就是 他們定義就是在AFO之念 可以把這件事情寫完 的這種事情 那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那接著 我們也看到就是 那其實在 因為當這種志工的時候 你就常常可以跟隔壁的人 做一些交流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 跟我交流到的是 跟我同時當班的 是一個來自美國的 一個美國的 然後一個是來自 德國的一個大姐姐 這個大姐姐呢 她已經當了七年 同一個位置的一日之工 她每一年都要挑 挑挑那一天 第一天的時候 然後去當那個 做那個 我們置物櫃的這個一日之工 她說她已經做了七年了 然後我覺得她故事也非常感人 她是一個就是 我覺得在歐洲有一個文化 就是大家很喜歡自己去 我覺得這個自我自己去 她不是個工程師 她真的真的是一個 在家庭的家庭主婦 可是呢 她會自己去改造 她自己的一個桌面環境 改造她自己 Ninas的桌面環境 然後她那時候就跟我分享 她寫過最多的城市 她不是家庭主婦 她家庭主婦 她不會寫城市 可是她曾經寫過最多的code 應該是 她為了有一個 有一個看圖軟體 忘記她名字了 就專門說看圖的軟體 她在看圖的時候 她為了 符合她這個家庭主婦的看照片的習慣 她自己去改裡面的code 所以她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滿有趣 她真的是一個使用者 可是她是會稍微一點點 把她的環境 打擾她自己想要的樣子的一個 的使用者 那其實這樣 在那邊當一日之工的時候 我們 每一個大家之間的那個對話 第一句話都是 你當幾年之工 來幾年啊 你為什麼想要當一日之工呢 通常 大家在做的當下 那種閒聊的時候 是聊這個問題 所以假設大家要背一些英文的話 其實可以背這些相關的用詞 對 那 那因為我同時當班的有另外一個 是來自俄羅斯的 那我覺得來自俄羅斯的就變成是 我就會有點 就是當下的時候我自己還滿害怕的 因為她那時候問了我的問題 大家可以知道第三題就是 既然你從台灣來 你怎麼看台海一庭呢 那 你又怎麼看我們俄國入侵的烏克蘭呢 超級streaky 可是她是一種 很輕鬆自然的把這一題給問出來 那大家猜猜看我怎麼回答 既然你會怎麼回答 你感覺是一個獨立者 可能就會說 我愛大家 希望不要暴力 狀況 就很輕鬆 但是又不找別人 你好厲害喔 沒錯 我的回答是 太厲害了 拍拍手 感謝我們的主持人太厲害了 我當時呢 我回答 因為她是先問烏克蘭那一題 我的回答是說 我覺得和平是非常重要的 It's very important of peace 然後呢 因為她接著就 接著就她就緊接著問台海議題了 那我台海議題我的回答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我很厲害 我就說 Oh Just like Russia and the Ukraine Taiwan And the Taiwan and the China We both use Chinese But Taiwan we us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有沒有超級 超級 超級轉超多彎 我自己講我都覺得 我怎麼會突然間靈機一變 想到這個回答方式 然後她就默默的笑容看著我 然後就安靜了 對 我覺得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你在國外當志工的時候 你務必先把你自己國家有一些狀況 可以自己要prepare好 然後你可能像 因為我真的 那時候我在想的時候 我在猜搞不好 怎麼會不會問這個問題 沒有她真的問了 就是因為她 就是你要聽得懂 像我們要說兩岸關係的那些英文的詞 這些東西可能你可能都會被問到 因為畢竟你來自台灣 而且你就是一個黑頭髮 你去國外 尤其去歐洲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最特殊的那個角色 然後因為我那天當班當得非常非常的晚 因為我基本上 因為那天我們處理的那一些 因為我們是第一天晚上 基本上是兩天交接的時候 我們有非常多的那個行李 基本上那個行李 因為Folster跟Colstaff上面 Colstaff大概是兩千人左右的一個conference 可是Folster呢 是一個一萬兩千人的conference 也是現在現場看到的人 應該是六倍的人 然後我們處理的那個行李量 基本上就是 我那一天 那一天我大概處理了一百二十幾件吧 就是而且他們除了行李以外 歐洲人他們都會穿大衣 所以我們還要幫他們 他們還有專門 他們在他們的行李室裡面 有專門做一堆衣架 是專門來掛大衣的 我覺得很有趣 我照片好像沒有放到 不過我覺得是個有趣的 不過因為身為就是開園人 我們去的這些地方啊 他會問你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通常還會圍繞著什麼 圍繞著你的開園人的習慣去問 怎麼了嗎 我現在就問問題 來 那你第五題怎麼回答 第一題我當然回答 第五題嗎 喔我現在就 其實還好 喔這第五題就是剛剛那個阿姨 那個德國的開車 他說每年他都要開一個八小時的車 從德國到布魯塞爾來參加 Falston 那他就剛才講他的那個回答 那我的部分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以那個 Firefox 我自己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Firefox的 我喜歡Firefox 所以我是以Firefox為我的回答 還有就是我自己工作環境是用 Adobe的Break It 去做那個去做回答 那這些都是我開源的運用 對 因為我是User 我等於是User的角度 因為我其實比較少去做Coding 那我喜歡哪一個Ninas環境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那個 Ninas 無邦圖的Studio 就是專門設計師用的無邦圖 對 沒有其實我那時候好像回答是OpenSUSE OpenSUSE有一個 比較漂亮的一個狂辦 對 總之 就是一個這幾個問題 如果大家出國 你要或是你要去出國當自 就是當一個就是其他研討會的志工 大家可以備好 就是我現在現場也有我們自己本身 Covscope的志工 那接著呢 其實我覺得在他們的 除了主要的研討會議程以外 他們也有一個叫 Site Event叫做Fringery Fringery 那Fringery其實就跟我們的 BOF 對 我腦袋在當機了 跟我們的BOF是相當的一個活動 那在這個活動裡呢 他會是怎麼去 他基本上呢 他也是很多元 基本上他就是一直安排一個 不過我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去 亂錄的是 FreeCat的一個 FreeCat Day的一個活動 他通常是在前或後 就是來辦理 那他通常裡面都滿 安排都滿多一些出來面對的橋段 等一下會講什麼叫出來面對 那常常就是一個各個社群完全的 自己去做自理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有一些複合活動的功能 那我參加了那一個叫做FreeCat Day 他是在一個有點類似 藝朗的地方 就是藝術中心的地方辦的一個 BOF 好我現在只能用我們的用語 幫助大家理解 那我剛才講為什麼是出來喬呢 他們在這個會議 他們在這個地方 FreeCat的人 他就把這個每一年這一次 在他們的Folson裡面的這個聚會 視為是什麼呢 就是你們開發上有什麼旗艦嗎 馬上跟我出來喬 所以我那次去 他們吵了非常激烈 吵了快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多的這個議題是 What do you want the maintainer to do? 因為他當時他們好像對於 maintainer這個man的這件事情 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比方說他們覺得 maintainer應該就是review全部的PR 然後可是他應該就是 根據怎樣的一個重要程度 去排列他的 排列他所送的一些東西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maintainer其實他最重要的就是 要去處理新的貢獻者 就是他們對於 怎麼去maintain這件事情 就是怎麼讓整件的整個專案 不斷的持續滾動的事情 他們會靠著這樣的一個會議 在這樣子的一個大的會議之中 他們辦了一個side event 去決定他們整個社群長久之後 因為他們就講 他們每一年都靠這個會議 去決定他們接下來的開發方向 甚至說他們整個開發的態度 跟運作的方向 當然他們吵了一個半小時之後 最後是有結論的啦 對 所以當然是還不錯的喔 對 那其實也有趣的是說 在歐洲我們看到一些 開源專案的一些政府 他們因為這是歐洲議會 他們有支持的一個專案 叫做Open Tool chain Foundation 那他也有去支持剛才講的 那個FreeCAD裡面的專案 他怎樣呢 他去確切的支持 好 基本上是支持六個人力 六個人力到了他 剛才講FreeCAD這個專案之中 因為他支持他 所以會有怎樣的一個效果呢 因為在這個支持之下呢 變成是說 他可以去指定說 我想要開發這個開源專案的 哪一個部分 所以具體來說 當時他們開發 因為大家知道 有非常多各種各種各種公共建設 我們都需要有工程圖 甚至說也蠻多公共建設呢 我們需要的 也需要有一些就是 或一些大型機具 一些工業機具 都需要有一些大量的工程圖 那在歐洲議會 他就support FreeCAD 他去開發這些工程圖 專門公共工程 使用那些工程圖的功能 然後貢獻 就是補助這些相關的人力 這跟我覺得跟台灣貢獻 台灣通常的補助是 就是貢獻一筆錢給你 而不是指定說 我要你 我只是提供人力給你 然後這人力就是專門for你去做 某一個你想要去開發的一個項目 而且是指定在某個開發專案之間 因為他覺得 他把錢 不應該把錢投入在一些商業公司 而是應該把錢 投入在一個開源專案之中 去長出可以服務公共設施所需的功能 我覺得這一點 我覺得這個觀念 我覺得是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他就打破了過去 因為台灣常常會補助 像補助錢 然後最後可能支撤會拿走 或一些工業院這些大法人拿走之後 他不一定他會去真的去 support 就是開源社群的一些發展 或說他support的方式 可能是用不一樣的方式去 support 那接著的話呢 其實像剛才這麼講 他們就是協助去面對整個 ecosystem 的一些問題 對 那其實就是跟我們一樣抱著 跟我們的BOF一樣 抱著像同樂會一方的心情去參加這些活動 然後其實他有很多跨的一些議題可以去聽 那 接著呢 我剛才講的就是剛才前面 然後接著是他講他們的所謂的色情綜合鬼 那其實他們的色情綜合鬼辦的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會有一點像我們的 一些我們close cup的置辦鬼 那可是我覺得差異在什麼呢 他們把這個置辦鬼呢就是 在一個算是他們比較大的 有點像是相對於我們AU 這種空間大小的空間 然後像一個辦一個各個社群的同樂會 那這個同樂會的感覺 可是同樂會他們都有討論各自的 在社群中遇到的議題 比方說我們下一頁 比方說他有討論在社群中 我們履歷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這邊就有去探討 比方說應該是要可以被indexable 或是一個multimedia一個形式的履歷 那他就想在整個開放的文化之下 你的履歷應該長什麼樣子 應該是他這邊提出的一個solution 是應該要自動去對接全部人的github 或是說全部可能可以去量化數據的一些地方 比方說像wikipedia你的貢獻次數 這些相關的應該是當你key進去 假設key我的名字 就會自動看到你在各種不同的領域 各種不同地方的各種不同的貢獻 他其實他們提出來的一個期待 然後他們就有一個目前有點暫時的一個小的實作 那其實在裡面 他也會有一些開源的一些真能的部分 就是他在這個真能的地方就是 比方說教你怎麼跟政府機關做溝通 我覺得這是一個 他等於是這個統特會 這個community的綜合一成鬼 我覺得跟我們的綜合鬼稍微不一樣一點 他們有一個目的性蠻強的就是 這些目的性是怎麼幫助每一個社群 來聽的每個社群 大家社群人之間都可以有一些能力的增長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點 然後其實有一點點像這次派抗有中文 在今年度派抗所做的一些議程分享中 有跟我們講他們派抗的社群經營 那在這邊他其實更多是這種交流的性的一些經營 那剛才講的這個教大家怎麼跟政府機關溝通 他就會講為什麼東西要開源 我覺得這張圖很有趣 大家有想過一件事情就是 誰是去控制就是我們的核彈的 美國的核彈應該是誰在控制的 通常我們所知道應該都是美國總統 對 大家看到最上面是美國總統 對 他可以按下那個啟動 不過他這邊就跟你講為什麼要open source 因為如果這個東西不open source的話 搞不好控制這個啟動的是美國總統按下去 他沒有反應 因為其實是背後的工程師是在控制的 因為你不知道code背後長什麼樣子 搞不好這個code 這個工程師埋了一個後門 其實後面有講就是 其實最後是那個 engineer who installed the red button 其實他就跟大家講 教大家怎麼去跟政府機關或跟別人說服 他就這堂課程就教大家怎麼去跟別人說服 比如你要用open source 為什麼政府機關或是各種不同的東西 應該open source這件事情 然後當我看到這個 我說好真人 而且我真的沒有想過這個比喻好有趣 這個比喻可以套好多不同的東西 甚至大家可能會害怕到 你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去做 不好意思我前後犯反了 直接破梗給大家看答案了 他先給這一張 然後再給這一張 然後就會看到答案就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是一個他教大家怎麼去做說服的 另外就是他們那邊也有一些這種跨域之間的 一些design的一些議題 那他design的議題我覺得 這可能也是或許我們就是 假設Coccal後續要辦open design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也是可以持續參考 比方說他裡面有 Fedora他的 因為他們的open design的這個鬼 是由Fedora去做支持的 那Fedora支持這個鬼的時候 比方說他就有提一些 比方說各家我們桌面上的 icon設計的一個交流 就是我們icon這些 為什麼是這樣設計 我們大家為什麼有的icon是這樣設計 就是他有被辦這種類型的 等於是在本來系統面裡面一些 比較細微的這種設計的一些討論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我們在目前 可能我們自己本身還沒有討論到 這一些這一塊的 因為我們比較少涉及到這些相關的一些貢獻 可是看到他們這一題我就覺得 我記得還有桌面 我當時還有聽到他們還有做桌面比賽 就是你的桌面環境上的那個桌面 你的Deskcalf上面的一些圖片的一些比賽 對 那其實我覺得聽完這 他有教我們做builder community 跟做一些比方說整體的你要怎麼去做你的 這個是他有教跟大家講說你的那個 你的那叫什麼東西 就是捐款頁捐款頁的一些設計啊 還有這樣子這種類型的真能 等於是大家社群之間去交流 我們捐款頁設計的一些know how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些都是 在這一鬼面我自己覺得 學到蠻多的地方 對 那其實呢我覺得看完這麼多之後啊 我自己覺得 就在Folston裡面啊我覺得 有看到非常多來自各種可能我們在CostCup 可能有借鏡的像今年我們已經 因為是二月都去完 有一些已經導入到我們的CostCup 今年的設計之中 或說可能想法之中 那我覺得長久之一當然不是完全要chrome它 因為可是我覺得有一些概念就是我覺得 怎麼讓社群可以持續的有更多一些交流 更多一些互動 我覺得會是一個可以做的方式 對那像最後呢也最功工商一下 就是我們目前還可以認養小卓 對我們小卓還有70支裡面還有剩下一些支數了 歡迎大家來認養 那同時呢今天我這一次的演講 主要是感謝OCF支持我去Folston的這個計畫 大家如果有興趣了解這個補助計畫 也可以掃這個QR Code 就是我們也有一些後續 應該是今年度的補助額 補助的相關活動跟額度已經差不多了 那明年度呢也會有就是明年度的一些相關補助額度 好今天謝謝大家 那不知道有沒有問題呢 哪一個人都可以有任何等方便後面 在這一個部分呢 他的補助額是 基本上就是看當年度公告 通常都是for everybody 那for everybody就是 因為我當時我投的是 投這份 投這次Folston相關的補助 我是以COLS Cup的身份 當時我是還沒有工作的 我是沒有工作的狀態去投的 就是OCF的這個工作 其實OCF的這個補助 那這個補助它會要求大家的 可能會是你要做至少一次的公開發表 那同時你要寫一篇就是完整的一個 一篇完整的一個新德文跟蒼返文 我好像寫了一篇 聽說閱讀要閱讀15字的 大家可以看我剛才講的東西 我有寫完整版的一個Vlog 大家可以上我的Vlog去看一下 那有沒有一些疑問的呢 那有沒有一些疑問的呢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感謝大家今天參與 謝謝